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這集影片呢 主要是要跟你分享 最常用的幾個免費插件 插件這個東西在Blender裡面 算是一個蠻靈魂核心的一個存在 可能會改變你對這個 Blender這個軟體的認知 使用不同的插件組合 會有不同的創作模式 是完全會不一樣的 那我們今天就帶你來認識一下 我很常在使用的幾個插件 OK 好 那麼首先呢 打開我們的Blender 一開始會看到這三個東西 好 那我們這次就先不把它刪掉了 第一個我想要介紹的這個插件 是大家最常知道的這個 Note Wrangler 我們首先拉開一個介面 換成這個Shader Editor 我們先切到這個渲染模式 我們直接在這裡新建一個Color Ramp 隨便一個材質 我們用Noise Texture 最簡單最簡單的 好不好 我們把它連過來 我們的Noise Texture就出現在這上面了 藉由拖動這個來控制我們的材質 這個沒問題 那今天呢 如果說我的方塊已經被挪動到了 比如說我縮放它 我把它拉伸到 通常我們會去拆UV或幹嘛對不對 但是這個時候呢 我們只要透過我們的Note Wrangler 我們可以直接點這個材質 然後我們按Ctrl T 它就會很快的給你這個Mapping跟Coordinate 所以我最常使用到的就是 我用Generate 然後我可以把它改成Object 好 但是我改成Object 你會發現它還是被拉伸了 它還沒有變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的X軸已經被拉到變7倍了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要Ctrl A Rotation Scale 我們讓它的值回到111 這樣子的話 我們透過這個改變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很平均的材質 這個Note Wrangler 我個人覺得這個是必備啦 應該都會 很多教學都會提到這個插件 Preference 然後Add On 裡面你直接打Note Wrangler 就會出現 它不需要再額外再去找資源 你直接搜尋然後直接打Go就可以馬上用 除了這個Object的功能之外 它還有很多什麼Candroid Window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另外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它這個Mapping 可以讓你去 就是我可以去設關鍵針 我可以設Location的Rotation Scale 我都可以右鍵直接打一個關鍵針 所以它不只可以讓我去控制說 我要我的材質長什麼樣子 它也可以去控制我的材質的動畫 對 我覺得這兩點是 對我來說是蠻有幫助的 我們進入下一個插件 接著要介紹的這個插件 叫做這個BranderKit 然後第一個 這個喔 第一個喔 第一個 這個網站裡面就有 然後就 I want free asset 這個 然後Download 就有了 好 OK 下載完之後 它會有一個壓縮檔 這個人是就是把 把所有的插件都放在同個資料夾裡面 有時候你的Blender更新之後 它的插件不會留著 我直接從這個資料夾裡面去找我要的插件 直接放就會很快 OK 那麼進來這裡 一樣我們就是install這個 然後把你剛剛那個插件的 你壓縮檔不用解壓縮 直接壓縮檔直接選它 它就會自己讀取了 對我一開始也不知道怎麼用 BlenderKit就是一個類似線上資源搜索的一個插件 但是它好是好在 它不像我們常用的texture.com 或是HDI Heaven 它是 它不用透過網站 它直接做成一個選取式的搜索欄 然後做在Blender裡面 所以我可以直接在裡面打好 然後直接點一下 它就會直接出現在你的Blender裡面 我們一樣呢 把所有東西刪掉 你打過之後照代來說 上面應該會出現一個搜索欄 那我們就把這個眼睛打開 那我現在就直接我就隨便找 比如說雕像好了 別搜了 什麼 免費的找不到我要的 我就會自己做 好比如說這個好了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綠色這條跑完 你的模型就載好了 很快的就跑出來了 通常這個都是會帶材質的 金色的材質的感覺 那麼我們就簡單給它做一個渲染 塞口好了 打個光 太陽 地板 渲染圖很快就出來了 那麼我們也可以從材質上去直接搜尋 第一頁看到有什麼就用什麼 我們就直接拖進來 然後對著我們這個模型放開 好 可以讓它跑一下 它就有一個花紋類型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 還有頸的耶 然後HDI 筆刷也有 這個也是很方便的一個東西 當然能做盡量做 動作是你的核心 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插件去做 那當然如果你喜歡還是要付錢 這個插件呢 要介紹的是這個 Landscape 也是直接在裡面搜尋就可以搜尋得到 這個插件呢 主要是讓你可以很快速的 透過調整參數 可以很快的拿到一些 已經設定好的一些地形 在你激活了這個插件之後 你下面會有一個Landscape 可以選 我馬上就有一個3 那我們可以透過左下角這邊的這個視窗 可以去控制它裡面的一些 譬如說它這裡有 Abstract 比較抽象的這種 有很多種 特別大的啊 5啊有什麼的 它的這個面數 我們可以改成256 就是很快的去調整它的這個細節 整體看起來就會更清楚 它有很多 這個的那個靈活度很高啦 但是我 但是香 但是啊 反正就是這樣 好反正就是這樣 這個插件是這樣 就這麼簡單 各式各樣的地形 山 火山 外星球 從頭製作一個地形 就是我們新建一個平面 然後細分表面 然後再用那個雕刻的去雕一些 山坡啊或什麼的 但是你可以很快的先用Landscape 做出一些比較基本的地形 然後再去用雕塑 雕其他你想改變的細節 你也可以Render Kit 透過裡面的石頭類型的材質 去很快的放 但是我會比較建議呢 是 地形呢會拿來用成 比較遠景的東西 就是它是一個氛圍感 你可以用鏡頭的景深去把它模糊掉 因為它這個如果 系統表面太齊的話 它整個檔會變得很大又大又重 那我比較不建議這樣子 我會比較建議你就是 讓它有一個輪廓 然後放在很遠的地方 然後用景深 然後用Valon之類的東西 去讓它 電綴一下 這樣子 好 那麼以上就是這個Landscape的介紹 那接著呢 我要講的也是這個 內建裡面就有的 最好用的這個Tree Sampling Tree Gen Shift A 然後我們到Curve裡面 會發現有一個Sampling Tree Gen 好 那我們就點下去 我們可以透過旁邊這裡去調整 它的不同的樹值 這下面也是有一些Present 我可以改成不同的樹種 高山上的樹 或是日本的枫葉枫樹 這樣子的感覺 這三個其實就是它的整體樹的控制 這個我就不細講 通常我其實也不會去記說 它真的是哪個是幹嘛 缺點就是我每次要用都要 亂拉亂調 然後調很久才知道 進到葉子這個視窗裡面 然後我們按Show Leaves 可以看到有小小的葉子 Leaves Scale 這個 那我們就進到這個Armature裡面 我們要用給它打勾 Use Armature 然後Animation 這個點打勾 Armature Animation 然後我們按空白鍵 就會發現你的樹 就會跟著這個動 那譬如說 我現在要做一個循環的動畫 那我現在250幀 它會跳一下對不對 它跳一下真的很怪 我們就要讓它Loop Friends 這個可以去控制 我們就打250 它播到最後的時候 它就是透過這個Loop Friends 去控制 結尾是幾針 你就打幾針 它就會是多少 然後你覺得它搖太快 你就可以控制 這個人點1 它就會比較慢 沒有那麼力道那麼強 以上 大概就是這個插件 下一個插件 Molecular 直接查 Molecular Blender 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插件 可以很快的得到這個 Ridge Body的這個 物理渲染的效果 很簡單的設計成 點一個按鈕 去控制它 什麼是被撞的人 跟什麼是撞它的人 YouTuber直接找Molecular 可以找到最新的 因為它有更新 它有一個Molecular Plus 可以用那個喔 這個Molecular Plus 我現在都用這個新的 新建一個平面 新建一個Cube 右邊這裡 我們有一個Molecular Plus 我們就點這個 我們選Collider Collider 就是被撞的人 它就是Collider就對了 這個呢 要讓它變成3DGrid 按了之後你可能看不到什麼東西 我們就按這個 網格模式 可以看到 它裡面有很多球 你也可以自己去 Particle裡面設定 但是它相對來說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你就要多點很多東西 對 然後你也要對這個Particle 有一定的了解 那它要怎麼用呢 很簡單 我們現在都設定好了嘛 Start Simulation 我們就直接按下去 然後我們就讓它跑 你就發現它這個球是非常 它現在已經炫了好了 那我們就直接這樣 我們就用一個Cube Render改成Object 然後去吸這個方塊 我們要放大一點 隨機的大小 Rotation你可以打勾 怎麼不能打勾 那類 那應該是要Free 要重來 然後打勾 它其實Start Simulation 就是貝殼的意思 它已經幫你貝殼好了 那我們就進來這裡 旁邊選就好 Pantomize多一點 然後Start Simulation 哇靠北 爆掉了 怎麼爆掉了 怎麼爆掉了啦 怎樣 就是會有很多你難以預料的問題 所以我現在才發現說 原來我這個Scale是有差的 可以看一下炫難 我一定要撿 $p 好 那米辣 好吧 我們來 private 只是找 可以 打'll 那iment 得 好 只要 它這個Molecular 這個插件它還有一些 也是類似範例紙可以設定成砂紙、金塊 這種particle的東西太難以掌握了 你很常一個東西就要試個五遍、十遍 所以它比較不好用在專案裡面 因為它通常不能先想好再做 它通常都是要實際去做試錯試非常久 你才可以得到一個比較讓人滿意的效果 它有在使用的插件還有非常多種 但今天主要介紹這五款免費的插件 而且有的甚至直接在Blender裡面就找得到 像我剛剛就可以透過Blender Kit裡面去抓 什麼材質什麼直接丟進去 對於一些剛接觸Blender人 透過堂式這些簡單的插件來 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然後你可能就因此喜歡上這個軟體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種我介紹自己插件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 然後再幫我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那麼以上就是這支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那麼以上就是這支影片的全部內容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我們就下支影片了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就請訂閱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